HELLO 大家好我是酷奇 進入正題之前得先說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陣縫選秀跟自由圈市場開始 所以這一陣子的影片都是關於勇士的 對於這個問題 像一些不想看勇士影片的朋友先說聲抱歉 好啦自由圈市場開啟後已經將近一周了 聯盟有許多球隊都是一陣大班風 然而核心依舊是Curry的勇士並沒有太大的變動 但是每一筆簽約都相當令人期待 以下就開始評比勇士這周以來的各種操作 可能許多人看見這筆簽約的時候 上拉間會相當開心而且興奮 但是卻不斷各種被潑人水之後 開始冷靜的看待這一筆簽約 但其實不用過於壓抑 因為勇士以底薪簽下Porter 確實是相當漂亮的操作 當然不能否定了Porter上半年史相當豐富 過去兩個球技只出賽是12場 那也戰力是個隱憂 不過在今年四場中 Porter也確實受到一些中產合約的報價 所以當勇士只用底薪就簽下來 就是一筆值得的簽約了 雖然說Porter的體能彈跳力很以速度 都因為受傷和時常缺陣 早已不比當年 但是要知道 Porter過去打出身價的幾項優點 都不會因為受傷而失去 像是高超的球傷 充足的防守意識 超過70的臂展 以及穩定的K圈秀外線 都是受傷後能夠維持的 也很恰巧的 上述優點都相當符合勇士隊的特性 沒意外的話 他在進攻端會長時間蹲在底角 準備Cash & Shoot的三分球 或是40G的空手切入 根據官網數據統計 他在狀態極差的今年 仍就有40.4%的 Cash & Shoot三分球命中率 去年則有42.2% 巔峰年178年 更繳出44.4%的 Cash & Shoot三分球命中率 波特援軍主打位置是3號小前鋒 但以他現在的横移速度 要打到3號的略選池裡 所以預計他會替補 扛4號的大型側翼 亦或是小球5號的位置 以他的球上要佔高位的發牌 或是打Pick & Pop都不難 簡單來說 他不只能補上Wiggins的位置 還能補Green跟JTA的 換句話說 就是個相當適合克體系的球員 完全加深的板燈戰力 當然 這是在他能夠穩定上場的前提之下 不過根據勇士隨著記者 Slater 問過公牛隊記者對Porter的看法 我聽完是覺得還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Porter在公牛隊 不只有傷兵問題 他更因為球隊長期輸球 和教練不斷的更換 而喪失了對比賽的動力和熱情 導致付出後的表現不夠好 最終影響了他的身價 但是當他來到戰術體系 符合自己的球隊 一直有勝利文化的球隊 或許能讓他開始積極面對比賽 稍稍恢復過去的價值 這也是他捨棄中產合約 就是要加入勇士隊的最大原因吧 說了那麼多 如果Porter又連續受傷和確診 似乎也沒什麼用 但那只是假設 先不談奈戰力疑慮 光是他能為板燈帶來的深度 再加上這是一筆底薪合約 勇士絕對是不虧 但假如他能健康出山 那絕對就是賺爛了 不少人對勇士圈下 Beliza感到質疑 我自己會給這個操作一個中等的評價 在打法上Beliza雖然是大型車衣 但是在勇士隊 連66吋的JTA都會被抓去打小球5號 更別說6尺10吋的Beliza了 所以不用懷疑的 Beliza絕對會在勇士打延伸4號 小球5號 有80%的機率不會卡到Kuminga 剩下的20%是因為夏季聯賽Kuminga偶爾會打到小球5號 或是打前鋒 所以讓我產生一點點勇士是不是要讓Kuminga打到15號的疑問 不過還是先假設我想太多了啦 Kuminga還是打3號的話 那問題來了 Beliza會卡到誰的位置 我想89不離時就是JTA 開季初沒有意外的話 客人就會試各種輪替 依照狀況來排最終定案的輪替陣容 JTA在三個賽季陪勇士度過一個艱難的賽季 但是他的天花板有限 而且他的技能包和身體素質比較偏下3號小前鋒 但是勇士卻把他當作能從2號後衛扛到小球5號中鋒的萬用型球員 雖然說JTA每個位置都能打 但尷尬的就是他都不是那個位置上最好的選擇 當他在進去守到7尺的頂級中鋒 他絕對是扛不了的 如果面對到破壞力十足的前鋒 他也是鎖不住的 如果放在外圍去守頂尖後衛 速度跟不上的距離也挺大的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他的團隊攻防觀念很好 態度和球傷都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彌組了他天賦上的不足 但就JTA季末最常打的4號前鋒跟小球5號來說 比利查具備的球傷和傳球視野與外線能力 都能夠證明他會比JTA更適合這個位置 更別說身高足足高了4吋 外線能力也是比利查更有把握度 產能也更高 但是JTA擁有的是跟Curry和Dremont 一起打過球的默契和戰術熟悉度 到底誰會更受到青睞 就得等開機後的狀況而排定了 但如果要講求戰力最大化 還有另外一種輪替陣容 那就是比利查去打中鋒 吃掉一些Wiseman的時間 而Proto則扛Green的替補 JTA則往下打到替補小前鋒 Kominga就先放在板凳上 看一陣子學長們怎麼打球的 雖然這會練不到Kominga跟Wiseman 但這毫無疑問是勇士現階段 能發揮最大戰力的替補陣容了 有人會說比利查的態度不好 我記得他在國王是因為 巴格雷的關係被冰起來 才有怪聲的 並不能完全怪他 至於他在熱火被冰 可能就是戰力上的考量了 不過我有看今年度 熱火攻入季後賽的第三站 被逼得毫無退路的熱火 在第三節後半段 啟用了9位上場的比利查 而他所展現的態度完全沒有問題 會跑位也會傳導也會投3分球 還會衝搶籃板 也因此我不覺得有什麼態度問題 換句話說勇士補盡他 並沒有什麼不好 反而是多了一枚可用之兵 更加深了勇士隊的板燈戰力 上一支影片就有預測到 帕子口可能會被交易掉 尤其是在補進Porter跟 比利查之後更是篤定了這個想法 而帕子口最終的落腳出是 去年西區戰績最好的爵士隊 雖然我認為換回來的籌碼 略低於他的身價 不過也是因為勇士實在是沒有格子 換回其他有合約的球員了 但也因為這一筆交易勇士省了 一千兩百萬的奢侈稅 所以算是一筆雙贏的交易 依照爵士現有的陣容 可能會讓他打4號大前方 也就是被拋棄的Favors的位置 雖然帕子口沒有Favors那麼高 槍板能力也沒有很出色 但靠著敏捷度和速度 還是能再進去繳獲的 更別說他有外線能力 更符合爵士隊的需求 不過他雖然號稱小追猛 但終究只是一開始的期待而已 傳導跟防守的意思 其實完全沒有Dreamer的等級 甚至小於等於一般NBA球員的程度 不過爵士球迷也不用過於傷心 畢竟只用了一張受保護的二輪籤 就換到Pascal 絕對還是賺的 然後勇士隊最後能為他做的 就是把他交易到爵士 因為他那邊有從小就像兄弟一起長大的Metal 所以他的岩壺城應該能發揮得不錯 也由衷祝福Pascal的未來 足足掉了5天大家胃口 這個男人終於願意回到荊州勇士了 我想各個勇士球迷都相當開心看見這個消息 但我覺得最開心的應該是 Stefan Curry本人 在當時Iguarda因為Dreamer和D-Low的前前後患 被迫離開了勇士隊 過沒多久 Kurry就傳簡訊給Iguarda說 我想你的兄弟 由此可知他們感情之深厚 而Iguarda在熱活隊時期也曾經說過 雖然現在我不在勇士隊 但我仍舊不允許別人在我面前講 有關於Stefan的壞話 即使是在社群媒體上也不行 因為我實在太愛他了 我太愛勇士隊了 而在確定自己回歸 Iguarda還說很期待會搭著Kurry的船 到勇士隊練球 足以證明他跟這些前隊友們 有著密不可分的情感 但是有些球迷會疑惑 先下一名37歲老將 真的能有什麼實質的貢獻嗎 或許貢獻不如多年前了 但是要知道是 Iguarda一直做的都是 多數人看不見的隱形貢獻 雖然上個賽季他場均只繳出4.4分 3.5籃板 2.3足弓 但還是受到名教頭Spostra的信任 場均上場15-20分鐘 而Iguarda的隱形貢獻到底有些什麼呢 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的防守價值 就算現在的速度反應力都退化了 但是觀念和意識是不會消失的 再來是他的傳球視野 總是能在隊的時間點傳出隊的球 偶爾也會有神來一筆的傳球 更能短暫扛下空球會的責任 也因為他的傳球和防守 都是建立在他的高球上之上 所以他能快速閱讀比賽 看清楚局勢 簡單來講就是個有大局觀的球員 至於在投籃方面算退步了許多 但是定點的可以傳出三分球 還是有一定水準的 在樂活這兩年 可以傳出三分球命中率平均約34% 今年更是有場均一顆三分球的成績 我認為他是勇士隊吃個15分鐘 甚至在關鍵時刻 搭配Curry Thompson、Green、Wiggins 打五小陣容都不是大問題 而上述都是在場上的貢獻 但是他最偉大的還是在場下的貢獻 眾人皆知他能指導勇士隊這些新秀 協助他們的成長和進步 過去Runi、McCow也都受過他的指導 其二則是能夠穩定休息室軍心 上個賽季只有Curry、Green和Bezemort 能跳出來穩住士氣 現在有了更資深的Igudala Curry就能更專注在球場上的表現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貢獻 他就是給Curry、Green、Thompson 這三位核心老將一點安定感 其實不只是Igudala 連Porter、Belichard的簽約 都同樣有鼓舞這些核心的效果 因為勇士如果不積極招募老將的話 等於和Curry、Green、Thompson 極度想在拼冠軍的念頭 背道而馳 對於他們三人來說 絕對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打擊 所以當Miles為他們找回了最佳戰友Igudala 更招不到兩名符合勇士體系的Porter和Belichard 更證明了勇士隊高層 並沒有放棄他們這條時間軸 但是可以發現勇士也不打算放棄外的時間軸 他們想要在競逐冠軍的同時去培育新秀 打造一支兩條時間軸共存的團隊 當然不是不行 只是需要付出代價 而這個代價就是突破天際的奢侈稅 然而勇士老闆Labor 顯然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來完成他在之前說過的期望 讓勇士每年都保持奪冠競爭力 讓潛堤星球跟這群仍舊有能力奪冠的明星球員共存 就像過去20年來的馬刺一樣 或許有人會覺得Labor這個老闆 不尊重Curry這些核心球員 選了一堆新秀來扯後腿 但是以一個球團老闆的角度來看 他本來就該維持團隊現有競爭力 以及不斷堆疊未來的天賦 其實現在很少有球隊能夠同時兼顧現在和未來了 但Labor願意不計一切代價 去嘗試維持兩條時間軸 光是這個念頭和付出的龐大的金錢 就很值得尊敬了 開41週後 勇士隊的操作也差不多完成90%了 整體操作評比我認為有達到中上的水準 要再補強的機會不大 如果有再補強的話 應該就是傳統中鋒了 但如果後續沒有其他補強也不會太意外 因為現在勇士隊的陣容大致已定 以故大家能扛替補空位 中鋒則有Looney跟Weissman輪流打 而且關鍵時刻還是會由Green打到小球中鋒的位置 如果確定沒有再補強 最後兩個位置就是Pattern、Lee、Moder三個人來爭奪了 從位置上來看 Pattern主打的空位是最缺的 不過從合約轉正截止日來看 Pattern是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 因為8月11過後 勇士沒有裁掉Pattern就要支付65萬美元 10月17日再沒有裁掉 就要支付剩餘的131萬美元 也就是合約轉正 而Moder跟Lee則可以等到明年的1月10日 再決定是否裁掉就好 因此雖然我挺希望 Pattern能留下來加強外圍防守 但從現實的考量來看 他確實是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那一位 至於Lee我認為高機率會流對 而其實Moder帶不帶也無所謂的 如果帶進去也是第15人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上場的機會 好啦本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請記得幫我點開小鈴鐺 按訂閱和喜歡 我是酷琦 我們下一次見 我們下一次見